1月20日,为回忆网友音无秀博士剑皮表情包,把周一围猎入渣男行列,周一为妻子朱丹发文, 称,我先生有很多优点,也有很多缺点,这些任你们判断,但给他口上渣男出轨的臭名就是不行,这不禁恶毒,更是对那些真正渣男的纵容。 朱丹微博原文,说好在不发声,但把我先生放入那些渣男之列,作为妻子我不能忍,我们夫妻情感知识被议论多时,我们总渴望稀释宁人,但无奈何事不由人。 好,最后说一次,周一为是我先生,他爱我敬我疼惜我,他说我演技不专业,那是事实,因为我们对自己都有要求,不憋策怎能进步,你们不能接受,但我就是在他的帮助下在成长。 我先生不耐在微博分享我,这是恋爱一开始我就知道的他的处事习惯,我能接受并尊重,你们凭什么说三到四? 助理妹妹就如同我们妹妹,我一直感激她对周先生照顾。 周先生对饮食有自己的坚持,生活中,我们总已打破他的经济为乐,助理妹妹持续安利奶茶,好喝。 才有了周先生土珍珠事件,如果这么简单的事,都要上钢上线甚至摊上出轨,那就尽管好自己的老公,别连和女生走路都不行。 我先生有很多优点,也有很多缺点,这些让你们怕断,但给他口上渣男出轨的臭名就是不行,这不禁恶毒,更是对那些真正渣男的纵容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